好,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跟这个书信写作相关的一些格式方面的问题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谈谈这个在书信中所涉及到的内容方面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你希望收到小伙伴怎样的信呢 大家有没有想到呢 至少在内容上我们应该第一个感觉得有意思吧 对吧,趣味要然一点 对吧,你听他这个语言的描述一定要觉得 哇,真好玩,对吧 你这个经历特别棒,对不对 我也想去等等等等,对吧 第二个要有真情实感 对吧,我们已经很久没见了 对不对啊,有可能很长时间没有联络 那么我写给你的信 我既然能够给你写信 我当然是很重视你的,对不对 很看重你的 把你当作我真的好朋友的,对不对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关系会很亲密 所以在这个时候 真情实感是肯定得有的,对不对 如果你真的不愿意写真情信的话 干嘛要硬着这个憋,憋着自己的思路 对不对,然后硬着头皮的那血呢 一定要有真情实感啊 一定要注意 第三个,语言流畅 这跟我们的写作这个要求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在我们写信的过程中 整个,哎,大不了我写不好 要重新写一下,对不对 千万不要就是写一道 感觉坑坑坑坑的等等等等 对不对 至少语言得流畅 让人家至少能懂吧 对吧 以及还有其他各方面的要求 都需要大家对这个书信写作 像真正去写考场作文一样 一样的重视 对不对 都需要做到你的这个词语的运用啊 这个语式的句式的运用 以及在内容方面的这个有强有劣的安排等等 都需要注意到啊 对吧 所以可以选择什么呀 比较特别的事情 来写进信里语言分享 对不对 我最近,哇塞 我去了非洲 我看到了大狮子 哎,这不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经历吗 对不对 一般人也不敢去非洲等等 所以在这里可以写一些特别的事情 啊,我去了公园 哎,看到了一些非常可爱的小狗 等等等等 都可以写 哎呀,比较特别的事啊 当然,当然你如果想想象 就最开始调改一下人家 对吧 哎,写一段想象力非常强的 哇,我去了亚马逊森林 对不对 根据这种特种部队 哎,潜伏在那里 对不对 最后还碰到一个大猫蛇 最后,哎,其实上面都是假的啦 等等等等 当然考场上千万不能这样 对不对 只是说如果我们平常写信的时候 可以以这种好玩的方式开头 然后让大家 让他觉得 哦,这么牛 然后后面 哎,真是的 对吧 就在那里有一个情绪的喜福也不错 对不对 但是考场作文一定要好好写 正常写啊 千万不能犯错 好,预言明了 对吧 简单明了 生动 哎,特别是 既然是你经历过的非常好玩的事情 对吧 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那你对他 你希望能够把这种经历跟这个小伙伴一起分享 对不对 所以在信件中一定要把它描写生动 对不对 让他在读信的过程中觉得 哇,好棒啊 我感觉也在这个活动中间 对不对 我希望能跟你一起参与 对不对 哎,情感 感情要真挚 一成待人 你看 之前的PPT中 以及在这边在这边都讲到了这个情感要真挚的问题 我觉得 哎,这个书信 对不对 哎,从古到今 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种表达的一个方式 哎,我 对我思念的人 我对我喜欢的人 我对我希望能够见到他 或者希望他能够帮忙的人 写信都是一种情感的表达 对不对 哎,思念也好啊 喜欢也好啊 对不对 我们经常说情书情书 对不对 暗恋的呀 等等等等 哎,都是一种情感的一种载体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 情感一定要表达的非常的真诚 对吧 以诚待人 所以这是我们对这个书信内容方面 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了啊 好,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吧 哎,跟你说说学校里发生的新鲜事吧 哎,没 这星期我们班进行了班围选举 我当选了班 局委员呢 每节课、地狱课 我都要带队整队报告人数 虽然开始的时候有点困难 但我相信我一定能做好 对了 前几天班上举行了班首玩二比赛 我也存压了 我的对手比我高比我壮 使我使出吃奶的力气 使劲班了 我觉得我的脸一定憋得比观光还红 周围的大家都大声加油 经过一番较量 我终于赢了它 虽然手算得要命 可我高兴极了 你们班上举行过什么比赛吗 一定也很热闹吧 讲完学校里的事 我再讲讲家里吧 我喜欢小动物 所以养了两只宠物老鼠 它们之前生了宝宝 小小的很可爱呢 如果你暑假有空能来厦门 就来我们家看看吧 它们肯定长大了 不过你要是能来厦门 我肯定不能让你只看我家的老鼠 我会带你游览厦门的许多美景 比如著名的古朗宇 它是一座风景优美 绿树繁茂的小岛 上面没有汽车 却几乎每家都有钢琴 有风格各异的中外建筑物 所以又有钢琴之岛 万国建筑博览的美称 怎么样 是不是想来游览了一番呢 我非常快速的给大家读了一遍 可能有点密啊 大家看着 如果看着不舒服的话 就看讲义的内容啊 那么在这里就是一个信件的内容 信件的正文内容中 讲了这么几件事 对不对 其实写的还不错 那么我们具体看一下啊 第一个 证文有条理 有几点 分几段 有想有略 对吧 这几个内容都涉及到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 这部分 当了洗衣委员 对不对 在学校当班累的事件 说到了 还有第二个 说到学校的趣事 一些体育活动 对不对 搬手挖比赛等等 还有什么 家里的这个小宠物 小老鼠 最后 家乡 你可以来我家乡 看美景 对不对 古浪雨 等等等等 下门的美景 下大的这个美景 也非常棒 对吧 所以说在这里看到 这么几件四件事 对吧 分成这几段来写 并且虽然有条理 有过渡 并且有想有略 有些事情 他就说的非常清楚 场面非常的生动 对不对 有些只是这样一笔带过 而已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所以这篇还不错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跟你说说 学校里发生的新鲜事 过渡 对不对 可能之前已经问候过了 说了一堆 对不对 然后马上 这前面可以加一个省略号 要不然感觉是开头 对不对 跟你说说 还是说完了 对不对 跟你说说新鲜事 吧 学校里发生的 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过渡 在这里 然后呢 虽然开始的时候 有点困难 但我相信 我一定能够做好 你看 在这一段中 小节感受 来表一下决心 对 我相信以后 虽然 这体育也有点难当 感觉 大家也不听我的 但是到后点 我相信 我一定能做好 就感觉有一个 互动的 对不对 我在心肩中表决心的 而且一定要注意在这里 这个空格一定要控好 空两格 对不对 这应该是到下一段了 又来了个过渡 对了 前几天班上举行了 班首二比赛 我也参加了 你看 这个队了 这种方式 上面的一件事情 OK了 该我说下一件事情了 有一个简单的过渡 还不错 对不对 非常的自然 然后呢 在这里 你看又来一个 这个班首二比赛 虽然我手酸力要命 可我高兴极了 你们班上 举行过什么比赛吗 一定也很热闹 对不对 先总结一下 我的这个小小的感受 手酸的特别疼 然后呢 但是就是 心情特别好 对吧 高兴极了 我赢了 对不对 那么后面这个 你们举行过什么比赛吗 一定也很热闹 对不对 就是希望 你说你写信 是不是希望对方回信呢 对吧 你不能这个失声大喊啊 对吧 遥无音信了啊 对不对 我写出去信 他也不理我 不能这样吧 对不对 所以说 你简单的可以提几个问题 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互动 有可能他在你的回信中 就是说 我们也举行过类似的比赛 但是我们是什么什么比赛 对不对 当时也可热闹了 对不对 就有一个简单的 这样一个输信的互动 对不对 所以说这种简单的 提问题的方法也非常棒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这个后面又来一个小小的过渡 对不对 讲完学校里的事 非常明显 成事 对吧 我来讲讲家里吧 洗一下 OK 我非常喜欢小动物 等等等等 你看 而且是小老鼠 对不对 虫无老鼠又生宝宝了 你就觉得这事还挺好玩的 是吧 你看 如果你暑假有空 能玩厦门 就来我们家看看吧 他们肯定长大了 对不对 这是作为一个什么 简单的邀请 用邀请的方式 用发出邀请的方式 做一个简单的小节 然后后面 不过 你看又转了 又过渡了 你要来厦门 对不对 又过渡了 我肯定不能只要你看 我们家老鼠吧 对不对 厦门那么美的地方 一定要看很多美景 OK 就简单举了几个例子 对吧 最后 又发出邀请 怎么样 是不是想来游览一番呢 对吧 回信的时候 可能就说了 真的好棒啊 我也看到了很多很多古浪语的介绍 看到了很多攻略 甚至还有很多美食 我很想去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可以约个时间 你什么时候有空 我就去玩啊 我们也可以 好久没见了 可以见一见 聊聊天 了解一下近况 等等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 过渡的方式 小节的方式 以及这种提问提 发出邀请的方式 都是在书信中可以尝试的 对不对 这样使你的书信 跟他有人情味 对不对 跟他有血有肉 然后写又跟他生动的话 对方读起来就觉得 哦好棒啊 对不对 而且有这种互动感 就虽然我们见 你看 如果没有这种互动感 我们就直接QQ视频好了 你看 你想要来 我们什么时候来 就直接说了 对不对 何必要写信呢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里 书信的这种 非常好的语言的表达方式 一定要搞清楚 一定要弄好 好我们来继续看一下 在过度 过度我们知道 就是乘上乘下嘛 说完前面的 再开始说下面的 哎 说完学校里的事 我在讲讲家里的吧 你看 一个乘上 一个乘下 由前面说的 想到下面的 哎 我们平常刚才已经说到 平常是我学校里的 家里的 一些课外活动的 朋友之间的 同学之间的 我和老师之间的 就这些事了 对不对 所以说 哎 由前面说到 想到下面的 非常转接 转接非常自然 你看在这里 不过 你要能来厦门 我肯定不能只要 你看小白鼠 对不对 这太无聊了 我会带你看很多 厦门的美景 也是这样的 对吧 前面说到的 小白鼠这些事件 我就给你发出邀请了 那么发出邀请 我就肯定会带你 游览 更多的 厦门的美景 那 总结的使用 哎 总结 小节的使用 为什么要说这件事 因为这件事 让我觉得 怎么样 高兴呢 有气呢 又成就感呢 还是为难呢 伤心呢 尴尬呢 等等 对不对 或者想发出邀请 倡议等等 哎 你看比如说在这里 虽然受算了要命 但是我高兴极了 哎 特别爽 对吧 哎 我把人家那么 人高马大的一个人 直接扳倒了 哎 特别棒 哎 总结可以发表一个情绪 发表一个情感 哎 感受一下当时你所 这个处在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好 第二个就是说发出邀请 看 如果你暑假有空 能来厦门 就来我们家 看一看吧 他们肯定长大了 对 哎 他说要求 哎 一定要来哦 他们特别可爱 对不对 之前已经说到了很多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胡言精英 哎 看看这位同学的信 有什么写的好的地方 有什么不足 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啊 字体有点小啊 大家如果不行的话 就看一下讲 因为我想整个这样一封信的形式 呈现在我们的屏幕上 所以我没有用翻页啊 啊 亲爱的什么什么 你好吗 我很好 你学校好吗 你成绩好吗 身体好吗 要给我回信哦 你在开头的时候 看到这个 你是不是就开始翻白眼 这是什么呀 对吧 而且就觉得很奇怪 并且啊 怎么样 格式也别错误啊 回眼睛睛能看出来吗 格式错在哪里呢 给大家一点点思考的时间 三 二 一 直出来 哦 对 这里了 对 你好 哎 空两格写在这里 啊 格式错了 问候语 下面啊 好 你看 有写问候段 但是问的怎么样 太啰嗦 对不对 你学校好吗 身体好吗 身体好吗 并且 哎 这是不是有点突兀 要给我写信哦 一开始 要给我写信哦 对不对 哎 一开始就让他写信 感觉这个信怎么样 结束了 哎 一般这种邀请回信的 要放在信的 这个结尾 对不对 我们在写完事情之后 哎 要记得回信哦 对不对 他最后出现这段话 是比较合情合理的 对不对 在这里一开始就出现 有点奇怪 好 我们再看第二段 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你了 好想你啊 你还记得四年级的时候 我们一起在手拉手活动中 我们一起玩 一起看书 一起说话 啊 怎么样 写了回忆 但是怎么样 没有写声弄 特别是你看 我刚刚读完这句 我就觉得 然后呢 对不对 有没有下文 我们一起玩 一起看书 一起说话 看了什么样的书 玩了什么 有什么活动吗 对不对 手拉手活动 怎么玩的啊 一起说话 说了什么 我们是不是有彼此相同的爱好呢 对不对 有喜欢的明星吗 我们一起追的 我们都是他的粉丝 等等等等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 写了回忆 但是并不是特别生动 我看到这个 我就觉得 你是不是应该给我多写一点 我也不知道 让我一起带入那个回忆嘛 对不对 一起回忆嘛 一起回忆那些非常幸福的 非常快乐的时光 好 我们继续看下一段 好 而且你看在这里 段末 没有小节 相处时的感受 导致这个结束的怎么样 非常生硬 我们一起看书 一起说话 没了吗 对吧 我正在准备回忆的过程中 呃停止了 对不对 也奇怪 好 我们继续看 对了 跟你说说 学校里发生的新鲜事吧 前几天班上举行了班手班比赛 我也参加了 我的对手比我高 比我壮 是我使出吃奶的力气 失禁班了 我觉得 我的脸一定憋得比关公寒红 周围大家都大声加油 经过一番较量 我终于赢了他 虽然手酸得要命 可我高兴极了 我家的宠物老鼠生了宝宝 小小的 很可爱呢 你暑假的时候来我们家玩 看吧 他们肯定长大了 这星期我们班还进行了班的选举 我当选了体育委员 厉害的 如果你能来厦门 我就带你去游览古浪鱼南湖公园游乐场 因为觉得这个有点混乱 对 你看啊 就开始我们在说这个比赛 说得非常好 然后开始说老鼠了 说老鼠生宝宝了 然后说完老鼠生宝宝就说班里选举了 班里选举 厉害吧 对吧 直接就带入 如果你来厦门 我就带你去古浪鱼玩 这是怎么一个 这个乾坤大挪移的方法 直接有点搞不清楚啊 有点习惯 好 我们看一下在这里 优点还是有的啊 第一个我画现句 啊 有过渡剧 有过渡剧 对啦 跟你说说我们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吧 对不对 有一个过渡剧 转接非常的自然 并且学校里的趋势也写的特别生动 对 我脸憋得像关公一样红啊 而且周围都在加油呐喊 对不对 非常生动 非常有这个画面感 现场感 你看就这一段 那么有强有劣 但是我们看一下 不同的内容啊 就全部放在一起了 显得条理非常的不清晰 家里的情况应该呢 另起一段起 学校的情况应该 在说完扳手腕之后再讲 对吧 先说扳手腕 然后就说自己选上的情绪委员 然后就说 我们说说家里的事吧 老鼠生宝宝了 最后你应该很想看一下 他们可爱的样子 那么如果你来 我就带你去 古浪雨 而且你看 我会带你一起去游览 古浪雨 南湖广场 游乐场 古浪雨大家有可能知道 但是后面这两个 就完全不知道了 你是不是应该 简单的介绍一下 对不对 没有恰当的这个 适当的介绍 这些地方的性人日处 让你的这个独性的人 感受一点 这个兴奋感 对不对 感觉你这样 我就带你去那几个地方玩 对不对 就没有期待感 对不对 感觉 好像你是不太想让我去 是吗 你要来的话 我带你去玩 我带你去吃 好多好吃的 特别棒 特别棒 对吧 你这样就会勾起 这个回信人的这种互动感 并且把它带入 啊 好想去啊 对吧 让你的信件充满了情感 充满了真诚的邀请 对不对 所以说 而且我们继续看 入 学习进步 这个上面这段 第一 它是没有绝语的 信像写了一半 对吧 可以提出希望 发出邀请 而且这个地方格式错了 对不对 注意 学习进步 要顶格写 你的朋友 还有什么 没有什么 日期 对不对 没有日期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问题 条例比较混乱 特别是在这个 事件 事件的这个 叙述的过程中 这个条例比较混乱 并且欲言啰嗦 应当写好的地方 却没有详细生动 只有那个 班首万那段 写的不错 对吧 缺乏过渡 每个事说完了 对吧 你在条例清晰的基础上 每个事说完了 可以简单的一个过渡一下 而且格式错了 对不对 好几个格式都错了 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范文 这篇应该没有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亲爱的陈寅 你好 这个学习你过得还好吗 学校环境有什么变化吗 你的学习成绩怎么样 身体还好吗 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你了 好想你啊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相见 记得在四年级 与你们新子两花小学 开展的手搭手活动中 我们曾经在一起 快乐的玩耍过 开心的嬉戏过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我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亲爱的陈寅 你还记得我们在一起的 快乐情景吗 那时我们在一起 一起在柏阳湖的沙子堆里 踩沙子 一起在沙子里照相 一起和你们了花小学玩耍 一起互送礼物 现在回想起来 那段日子真是美好啊 真希望你还能和我一起玩耍 希望你能来我家玩 我希望能与你一起看一看 甘糖湖 游游巴里湖 欣赏我们大九江的新风吗 哦对了 你们家有电视吗 能收看到九江三套吗 我最近参加了九江三套的 谁比谁聪明 可能会在里面露一小脸哦 看到我了 你一定要为我加油哦 陈寅我们第一端单元的作文 是给手拉手小伙伴写信 正好借这次机会 希望我和你们多交流 了解你们有什么需要的 如果有困难的话 我会尽力帮助你们的 祝学习进步 你的朋友 朱婉叔 2010年3月19日 啊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哎 整个的格式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对不对 包括空格啊 在这里的空格 哎 书名日期都有了 啊 第二个 情感非常的争执 对不对 哎 回想一下一千快乐的时光 对不对 并且哎 为我加油哦 这种朋友之间的这种情意 哎 体现的非常好 还有什么 行文非常自然和流畅 不管是过度啊 总结啊 感受啊 都非常自然 好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如何写信封 哎 信封我们该怎么写 好 第一行写 收信人的邮政编码 这个没有问题吧 这邮政编码 如果写错了 哎 或者说你不知道 没写 那可能就有点问题了啊 好 第二行写什么呢 写收信人的地址 哎 地址一定得详细了啊 第三行写 收信人的姓名 姓名可以稍微放大一点 对不对 要写在信封的中间 字体要工整 并且略大 好 第一 不要写在信 不要在信封上写对收信人的这个特殊称为 要不然找不到这个人怎么办 对不对 哎 或者什么写二妞 就是你的 你跟他的这个非常亲密的称号 对不对 但是这个 哎 这个 邮递员叔叔可能就不知道了 哎 二妞在不在 对不对 大家谁知道二妞是谁啊 对不对 好 第四行写 记信人的地址和姓名 如果书信是委托在别人转交的 只写面程或者转交什么什么即可 最后第五行写记信人的邮政编码 看一下这个 哎 相信大家很熟悉了 对吧 邮票一贴 这个信是不是就可以寄出去了 邮政编码 哎 收信人的地址 什么接什么号 具体写清楚 往方收 你看在这里 哎 非常明显的 放大的 对吧 邮编 收信人地址 然后收信人的姓名 然后收信人姓名可以写大一点 对不对 然后空一个 再写收 然后呢 这个寄信人的地址 好 以及姓名 还有这后面的邮编 这下面是什么呀 提醒人的邮编 这个地方是收信人的邮编 相信大家都能够 哎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啊 应该写过信的都知道啊 好 而且明信片也是这种格式的 对吧 现在哎 怎么样 大家学会写信了吗 而且要不要给不在家的亲人 或者距离较远的朋友 好久没见了朋友写封信呢 对吧 哎 相信大家一定会有非常非常多 想说的话 就像刚才说到了 一种非常真挚的状态 真诚的状态 以及哎 好久没见的这种思念之心 是不是啊 马上想表达出来呢 对不对 哎 还在由于什么呢 拿起笔来 听完课之后 就马上行动吧 记住一分 属于你自己的一封信 表达感情的一封信 哎 怎么样 这节课应该有所收获 虽然是很简单的内容 但是我们真正的了解到了 在现代这样一个快速的 哎 快节奏的这个现代生活中 我们写信有可能是一种 非常缓慢的 非常简单 但是 简又不简约的 表达自己情感的一种方式 哎 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好好去写封信 对不对 哎 我们现在明信片已经非常流行了 哎 去哪个地方都会给自己 或者给朋友写一个明信片 那么写信 也希望他能赶快回归到我们的生活中 用自己亲笔的信 去感动别人吧 表达自己的情感吧 OK 期节课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